赤霞镇 夜色深 公主开着小轩窗 眼眶红红 看着夜色不睡 五月五 她的成年里 她本以为此生止不于此 她只有死 才能托得有罪之身 生死交由天 若是天要她活 她便活 若是天要她死 那她 也活不来 结果 她活下来了 她居然被一个劫持 她三次的和尚救了 回速五月五 邪和尚身处偏周垂掉 随手将粽子鲜果扔进和中 别人既屈原 她既一架李飞 好歹一起够谋天下事 虽然结局未成 总归失手有人收 李飞究竟何等人物 到底用什么宝贝交换 居然较如一台掺和天下大事 最后还如此妥贴给李飞收尸 对了 她还捡了个小公主 她瞥了眼旁边是碌碌的小姑娘 堂堂一公主就这么香消玉云在历史长河了 小公主仗好醒了 见这和尚竟是惊慌 怎么又是你 邪和尚笑了 一手持着鱼竿 一手撑着下巴 此乃佛家约缘 这是第四回见面了 你想如何 邪和尚挑了挑眉 我顺手将你捡起来 此乃佛家约度众生 她奉命来给李飞收尸 如一台已经僵尸手接走了 你为何救我 小公主充满警惕 毕竟前三次见面 那是一点都不愉悦 邪和尚皱了皱眉 与我而言 杀人要理由 救人不用 此乃佛家约慈悲为怀 小公主 此人作恶多端 怎么满口佛家大道理 突然 就没话说了 邪和尚钓着鱼 吹着口哨 悠闲自在 小公主悲从中来 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 邪和尚不以为意 她是佛前人 看惯了诉苦的众生 全都是眼泪巴那巴大掉 无甚意思 邪和尚第一条鱼钓上来 那抽抽叶叶的小公主 似乎哭够了 邪和尚开口 你要去往何处 佛家止度一程 小公主无处可去 她寻死时很果断 如今却不知所措 父母相仇 母妃已死 父皇断恩 她唯一的依靠 是陆府 可哥哥与父皇即亲 若是陆府将她送回宫中 怎了但 这世间 莫非黄土 小师父要去哪里 小公主是被小和尚顺带捞起 忽然觉着此人不算可怕 贫僧四处围家 随水而流随风而走 邪和尚忽然抬起头来 女施主该不会准备跟着我吧 别别别 贫僧我贪财爱色 杀人如麻 公主殿下 且不可轻易堕落 小公主看了邪和尚的脑袋瓜 她当不至于堕落至此 这时间可有黄泉难达 邪和尚心中清明 公主不想当公主了 大明朝外 万里山河 于外之狱 多的是黄泉不可达 万里河山 于外之狱 小公主喃喃说着 无端便心思开阔 和尚将小公主带回了赤霞镇 终归是娇滴滴的公主 若是随手丢在路上 说不定就被拐走了 赤霞镇鸣风淳朴 当时一个好生存的地方 瞧着这般好模样 说不定就能许个好人家 大娘看她又带回个姑娘 衣食匪夷所思 小师傅 你 你又救了个姑娘 哪里来那么多好看的姑娘 可以见啊 如此这般 小公主就藏在赤霞镇铁石伤口 和尚无意与公主牵扯过身 她不过是日行一善 她很忙 天下棋局败了 但她还有许多事要收尾 她还要帮如一台办好多事 楚狂还在狱中 婴儿尚未送还 金钟吉亿蔓延 长春山白入封城 瞧瞧 多少事要解决 金钟一家废弃的寺庙中 忽然出现33个婴儿 补片不已证实先前失踪的那一批 失去孩子的人家简直是绝处逢生 几乎喜庆的跟过年一样 金夏 卓安 IP中 杨成万将桌子拍得坐下 你们两个主的案 怎么会出现这种纰漏 金夏好委屈 她当时神志16岁 案子大部分都是卓安新手 那琉璃平李庄的真实婴儿 回春堂搜出来的婴儿物件也是对得上 她会验尸 但验尸是五座的事情 她可以不负责这个纰漏 不扣月银吗 但金夏被骂得痛快 毕竟一群孩子都回来了 多少俗人免于苦痛磨难 玄胡堂 于翠蒙的半死 他医鼠沟结井蒙大换血 而玄胡堂又找出了压制其意的方子 就真的 求医者众 下一位 面前做了各代围帽 穿袈裟的和尚 于翠病过 不至于再染疫 他在改书的怂恿下坐台诊集 瘦 贫僧身患几亿 待夫开药便是 于翠顺手递了药方过去 这方子都写几百张了 下一个 正忙着 一团纸砸到他的额上 抬头 谁都不像是扔这纸团的人 纸团上有朱红披字 居然是改动了的药方 旁边一行字 不问卖就开方乃是一家大计 于翠 这人来干嘛的 只是方子一改动 看上去倒是精妙 那人莫不是一家高手 邪和尚处理完所有后事 想着回赤霞镇一趟 顺便与小公主道别 接下来的路 公主要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她凡尘世了 夙愿江城 日后就有山玩水去 然而 她一回赤霞镇 就碰上了层府 合上歪头 锦衣卫拿刀指着她 这场面 这不太友善的济世感 这一幕莫名有点熟悉 对 上次路指挥时追七 也是这样的场景 她又怎么了 她这不是又救了一人吗 哎 锦衣卫真的没良心啊 公主殿下在哪里 她不在屋里 那肯定就是躲着你们啊 邪和尚叹气 好难啊 她真的不喜欢跟锦衣卫纠 毕竟 不一定打得过 你劫持公主 究竟想要干什么 大哥 贫僧那日真的真的是去钓鱼 顺手救她罢了 残浮懒得再言语 横刀一话 把人抓了再说 她手中夹着暗哨 一吹便是锦衣集结 这和尚插翅难飞 紧绷之际 突兀传来女子轻力的声音 不要杀她 残浮回头 小公主 此时她是金钗不群 已成年的女子 金钗不群都遮掩不住的角色 贫僧告辞 有缘再会 和尚趁残浮分神 足尖一点 脚底抹油 残浮看那和尚跑得贼快 又让她跑了 残浮回身跪下 公主殿下 传来迟了 还望恕罪 殿下预体安好 一声殿下 公主觉得此刻只有讽刺 她扶起残浮 哥哥 太和公主已经死了 日后不必再行此虚礼 您是帝王后裔 此身不可弃 残浮毕恭毕敬的劝谦还没完 就听到了锦衣卫急速接近的脚步声 她下意识拽住眼前人躲进屋后 她伸直 示意她净声 小公主看着残浮 忽然笑了 虽然哥哥是劝着她 但她还是顺了她的意 若是让锦衣卫知晓她在这儿 那她会被抓回去当公主的 锦衣卫 忠的是陛下 而残浮 约莫是拈了旧情 待着 残浮叮嘱了聚便出去 不知跟那些锦衣卫说了些什么 他们就纷纷支着和尚离开的方向去了 小公主从墙后走出来 宫敬行礼 哥哥大安 喊而谢过 瞒着她的行踪 意味着背叛帝王 公主听沉一言 你只是放不下 过阵子就好了 小公主摇头 过不去 我知晓 你不愿回宫 我送你去陆府 我不愿路哥哥为难 小公主会觉得干脆 她是真正怕路易将她卖了 残浮 所以让我为难 小公主心虚 哥哥 你今日就当没见过我 残浮板着脸 见都见过了 若是没将人看好 日后想起来都会后悔 不行 你今年几岁啊 一个姑娘家在外边怎么活 你知不知外边人心叵测 小公主 已成年 公主还是被残浮秘密带回府 残浮本意很简单 小公主想通了 自然就回宫了 然而 她似乎绝强得很 真的要与陛下恩断一决 在她府中待了两日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就像是死掉一般那么安静 残浮很煎熬 不知要不要将此事告知路易 她忙完回府 客房依旧亮着烛光 她敲了敲门 殿下还不歇息吗 我不再是公主 日后哥哥就喊一声寒儿吧 房内的声音轻轻 恍若风吹就散一般 残浮 年少时喊一声寒儿小姐就算了 如今完全喊不出来 她调整心态 小知一情 动之一礼 陛下病了 我闯不起 坦识挂念你 与我何干 残浮之小小公主骨头硬 公 你总不能一直待在臣府中 这样有损您的清誉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小公主莫名想起了她生辰时 残浮夹带私货 在兴隆声中藏了禁书 她越发难过 伤辰撞了母纪 她日后都不想过了 残浮倾壳一声 她怕什么 她一身正气 一心护卫陆符与大名 公 屋内人似乎受不了她这拗口的称谓 直接把门打开 一副不高兴的模样 娇喊儿 残浮抬起头来 此时暑气最盛 清简的人看上去与平素见到的公主自是不一样 哦 嗯 鼻音里都是市井 残浮还当眼前人是公主拌近着 孩儿小姐 你 算了 随便你 小公主虽不至于骄横 但终归是捧着长大 该有的脾气还是有的 若是担心我影响你的清誉 我离开就是了 尘不是这个意思 哪来的尘 残浮是哄着这朵高岭之花长大的 自然是公主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是阿福失言 孩儿小姐不要放在心上 残浮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阿福没有半句怨言 小公主看着残浮这模样 哥哥 你好歹认过三瓶颈一位同志 对我一个名女能不能有点威严 残浮 她费了一阵子去习惯 当初的小女孩成了大名最尊贵的太和公主 怎么 她眨眨眼就调成名女了 哥哥 我想好我的路了 小公主一直不开心 此刻难得笑了 我想离开京师 去走我母亲走过的路 她想去看看世界大千 黑山白水 残浮皱起眉 刚成年的娇贵公主不知天高地厚 寒儿 外边很 从今日起 我是一名女商 我叫做李寒生 公主 或者说 寒生 她打断了残浮的话 我想先回开封 去见母亲的家人 寒生看着残浮 小人坚强地喊 母亲假了父亲 宇家中断了往来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 我想替她回去看一看 寒儿想去的地方 残浮不该拦住 可你一个人如何去 哥哥 我已经长大了 我还有花展和花店 寒生梗了梗 眼泪忍住没掉 祈福祭天 花展花店全身而退 我 我已经联系上他们了 残浮明白 她素来心思坚韧 做了决定便非走不可 你若是要走 我便送你走 可是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记得经诗雇人 尝寄些书信回来才是 寒生正重行了个礼 写过哥哥 残浮之小 放她离开意味着什么 前路千难万难 腾在手心掌成的人 要独行远方了 她已经成年 不是孩子了 路线 银两 路隐 假户即可都有 寒生末 能不能一开口就这么为难人 她出出茅庐还不会 只得慢慢摸索着去学 花展他们应该会安排好的 大 我来安排 她要走 她便为她选一匹快马 常庭送别总事情 寒生一身肃静 一顶为貌 与臣浮道别 没想到今时纷扰 最终只有你一人送我 臣浮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当真出落成大姑娘了 一路珍重 平平安安 寒生咬唇 不知为何 鼻酸地想哭 约莫是此次一走 再无倚仗 无家可归 每次都这么说 都不知换些新鲜话 她小时就常来惊师 曾服送过她许多次 曾谋嘴笨 哥嘎 你这样是讨不到媳妇的 寒生抿唇而笑 自五月初五到今日 已是七日之期 她母亲正头妻 她已然能笑出来了 尽管心里的商医就流着血 小心啊 陆哥哥给你相亲就不好了 一旁的小秋上 惊吓和陆毅藏在草木后边 若是握着腰间佩刀 眼神在喊些 就像急了折服这丁咸饭的场景 惊吓嫌天气闷热 方才路过河池时摘了河叶 两手各举一叶 一叶遮着自己 一叶遮着陆毅 她看着长亭 有些远 瞧不清 羡慕大人手中的远近 大人 我也想看 陆毅将远近地过去 惊吓就以股脑将荷叶塞给陆毅 不得不说 陆指挥使称着两顶荷叶的模样 带着点奇奇怪怪的可可爱爱 惊吓调整着远近 忽然十分兴奋 大人快叹 公主似乎要抱臣服 哎 说住了 没抱上 好可惜啊 以往送别 寒儿都会哭 逢哭必抱 她又亲我与层服 在陆毅眼中 当年的孩子很黏人 可是她一出狱 她成了太和公主 一眨眼她又成了个小名女 世事无常 哦 大人厌福不浅啊 惊吓语气里尽是调侃 她记得清清楚楚 她第一次入宫 小公主就差点抱上了陆毅 去 我最后送她时 她就是十岁的孩子罢了 我就说说 大人干嘛那么紧张 惊吓换了话头 臣服也是 就这么看着 要我就早就抱上去了 陆毅 你就知道瞎胡闹 臣服这要是抱了上去 她不是就得把寒儿娶了 毕竟 如今的寒儿 已经不是当年的孩子了 猫犯了 便要负责 惊吓看得嘴角带笑 忍不住去挽陆毅的胳膊 小公主一步一顿 很是恋恋不舍啊 哎 停了停了 每人回眸 抱一个啊 陆毅就静静看到陆夫人 某人握住她的胳膊 越钻越紧 她宛若在看一出大戏 脸上竟是期待之色 最后只剩烟烟 居然没有抱 夏也很失望啊 八步的下去将他俩拽在一起 陆毅伸手 将惊吓搂入怀中 谁说没有抱 惊吓 这不算 这犯亏 而且 大人 撒手 真热 陆毅 夫人这是嫌弃她 最近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陆毅送了惊吓 目送着马车远去 消失在天际远方 惊吓十分没劲 小公主真要走了 惊师中 又少一抹角色 陆毅所来清别里 除了她夫人 其他人都来去自如 她抚了抚她红彤彤的脸 好了 属气旺 送了寒儿 我们该回去了 惊吓走了两步 回头看层服 她宛若一尊雕塑般立在长亭里 这人都看不到了 陈福还看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惊吓斜了陆毅一眼 此事陈福不禀拟 大人不生气 陆毅摇头 她不想我左右为难 陈福是家养仆 忠的不是陛下 是她 是陆府 锦衣卫去了赤匣镇 她又怎会不知 赤匣镇的县人还是她安排的 就是为了扎鞋和尚 没想到反而带回了公主的消息 陈福去接人 却只回禀她 未见公主 她藏起来了 但听村民们说 公主应该是平安无事 惊吓点头 尤一说一 陈福是以心一意为陆毅 陆毅入狱 陈福便投了东场 不要命班在锦衣卫中站稳脚跟 踢陆毅守着 等陆毅回来 那段哭忌的等待 幸好有陈福与她作伴 加在公主与陛下之间是挺为难的 陈福算是替大人担了这份难 路易笑了笑 无碍 陈福早就挂了这份难 对不起 是 嗯 嗯 嗯 peu